哈囉 大家好 我是我不喝拿鐵 這幾年YT流量推播越來越慘 流量密碼只能靠自己創造 最近想要來試拍一個系列來試看看 希望各位老粉可以支持 因為今年是生存遊戲的爆發年 莫名其妙推出了多款末日生存手遊 決定挑一款最近比較少玩 但又可以懷舊一下臉少無知的求生經歷 所以我挑的是明日之後 決定從零開始玩 重新體驗一下新手求生的快感 來看看生經百戰號稱生存界天花版的我 重新嘗試當新手 能不能輕鬆駕馭這款生存遊戲 首先我們來創造一個新角 新角一定要看起來帥氣又霸氣 唉呦 經過了五年 明日之後的角色模組也升級了 以前只有簡單幾個模組可以選 現在還可以調整許多細節 不錯唷 先來選一個飄逸的白髮 表示很老練 眉毛也要跟頭髮相互揮 染成白色 再搭配一個藍色眼珠 直接電殺全服妹子 最後修一下臉頰 不常一絲墜漏 欸 怎麼越看越眼熟 好像有點像五條悟老師啊 啊 這一定是巧兒 最後名字不能取得太中二 我們就叫領域展開吧 接下來要選擇一隻 跟著我們浪跡天涯的狗狗 就選德國牧羊犬 看起來很可靠 再讓他搭配個黑色毛衣 加紅色項圈 取名為歐嚕嚕啦 來吧 開始我們的末日生存 哇塞 五年沒當新手 沒想到開場都變得不一樣了 開局直接被喪屍包圍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就出意外了 首先有個像 生化危機的角色來救我了 兄弟 顧著逃命 好歹先給我把槍啊 逃出來後竟然是在城鎮裡 印象以前新手開局是在森林裡啊 沒想到過了五年 森林消失 城鎮都發展起來了 現在只能跟著金髮哥逃出升天 但是我這不中用的雙腳 像是昨天跑了白米 鐵腿無法大步前進 就在這時 一輛大可車行駛而來 殺不住直接翻倒在路邊 擋住了大部分的屍群 然而在我覺得鬆一口氣的時候 天空鏡又掉下一台直升機 幸好我的雙腳移動緩慢 腳沒爛 不然我被砸到我就原地升天了 這一定是老天爺的保佑啊 一轉頭金髮哥竟然給我使用瞬間移動 不知道怎麼就瞬移到二樓 我真的看傻了眼 要跑要揪啊 然後我又拖著我小麻痺般的雙腳 找尋逃離的方向 沒想到門禁被鐵鏈給鎖住了 幸好在警車旁邊 找到了一把嘉靈手槍 成功打壞鐵鏈開門 解決幾個洛喀殭屍 找到通往二樓的爬梯 還收遍了一隻歐嚕嚕的狗狗 在陰暗的倉庫找到了一個背包 裡面放了一把沉點散彈槍 走出門後進到鐵碗門 硬具型需求 需要製造一點危機氣氛 我禮貌性的回頭開幾槍打後面的殭屍 在殭屍闖進來同時 金髮哥一把把我救出 兄弟今天都給你帥啊 接下來進入商場後 金髮哥說他是為了保護一對姊妹 結果走散了 巧遇我這個大帥哥 聲勢令人害羞 一同坐電梯到了商場上層 遇到了一個獨眼龍 拿著槍指著我們 就在千鈞一把之際 本來要血流成河 但短髮妹子直接阻止被劫的發聲 原來我們都是自己人啊 這個獨眼龍就是五年前 曾經救過我的生存老師 阿列克謝 哥哥 經過了7749天的相認 他還是沒有認出我 還要我一個人去地下室收點物資 手起道路解決幾個小韌幣殭屍 在地下室倉庫裡 找到了一台裝備製作台 用在旁邊撿到的物資 組了一把TAR突擊部槍阿發板 看起來還堪用 唷總比沒有好啊 回到商場修復了一些電閘 然後安裝起不講武德的地雷 補好彈藥後安撫妹子脆弱的內心 回到二樓陣線 開始防守殭屍入侵 不得不說 這是以前沒有玩過的劇情啊 比起在荒郊野外跟大叔一起蓋房子 陸如在這邊 還有妹子陪伴 室內不用擦防曬 沒有蚊蟲冰咬還真是不耐 說實時那時快 殭屍開始入侵商場 我直接老玩家吃菜 從二樓跳下 瞬間治好我的小兒馬幣 用我隱藏五年還家的資歷 在殭屍發現我是拿鐵之前 就先一巴巴送走一些小嫩嫩殭屍 在殭屍牽的差不多之後 轉頭發現 妹子竟然開了一把火箭筒 哇塞 有這麼兇的武器 你還讓我下樓打殭屍啊 最後金髮哥跟獨眼龍 掩護我上直升機 當下我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淚 你們的心聲我會永遠記得 當其實他們主角光環上升 也順利的在上飛機 好吧 我的眼淚是白流了 直升機 幫我載到快樂101 以為我會很驚訝嗎 不會 我可是老玩家 這個地方我可是跑了上百遍 跟獨眼龍還有小鬍子 含薰幾句後 眼前就是我生存遊戲的初念 瑞秋啊 過了五年 我頭髮都白了 他還是這麼正 不過我隱藏得很好 他也沒有發現 我是玩了五年隱藏的老玩家 咳咳 跑到廣場後發現 這遊戲光芒真的是太壞了 之前難民在這邊排了五年的隊伍 到現在還沒有領到物資 難道你們的腿都是鐵做的嗎 不然就是天職就是排隊 希望五年後能看到你們都領到物資回家睡搞搞 然後瑞秋要我上樓找光頭 哇咧 以前沒仔細看 一直一看瑞秋正在這裡露出了詭異的表情 看著我發毛 好可怕喔 上到二樓 就看到光頭社長在跟人家吵架 原本想要好好捶捶這個光頭 為下面五年沒領到物資的爛民出口氣 但因為光頭是穿透果實的擁有者 我現在新手還沒有學會武裝設打不到他 只好先放過他了 哼 下樓找到瑞秋 他送了一台摩托車給我 還記得五年前新手玩家沒有免費摩托車啊 闖蕩地圖全靠走路跟坐直升機 以前摩托車課金還不一定抽得到 現在玩家真的好幸福啊 騎著摩托車一路飆到快樂101開發區 兩個妹子跟金髮哥已經在等我了 聽金髮哥說 因為短髮妹跟光頭吵架 所以先離開快樂101 要我幫忙照顧他們兩個 什麼 又開始孤然寡女的生存 這令我又驚又喜 以前過這邊任務印象中只有瑞秋在引導教學 沒有這個劇情啊 不過光頭留給我這個房屋也太破舊 看來要好好修復一下 然後短髮妹讓小蘿莉教我如何生火 這是不是太瞧不起我了 如果開我本帳的豪宅 一定讓你們眼珠嚇到掉下來 使用營火做了基本食物 稍微填飽了肚子 短髮妹就要我去附近尋找劍柴機 順便教了我如何製作弓與劍池 擊敗了幾個弱不清風的殭屍 順利將劍柴機帶回 又花費了九牛鶴虎之力 終於把這個破舊房子給修整好 將工作台陸續擺好後 瑞秋要我去晴空麥田 採集物資製作槍械 記得以前野外地圖第一戰是秋日森林 現在竟然換成晴空麥田 讓我很訝異 難道是因為以前秋日森林被新手稱為 新手地獄 被狼追 被熊打 還要被雨淋 跟網上還有殭屍會跳起來撲倒你 真的恐怖的要死 所以默默的調整了新手教學的流程 來到了晴空麥田 採集物資才發現 原來小樹枝這麼不好採 花了好幾次來來回回 收集完成 然後回到家 妹子竟然不告而別消失了 還發現我收集的小樹枝 還不夠製作生鐵 手近發現收藏手冊 可以領到一些物資來做生鐵 好不容易終於做好了第一把基礎槍 蒙德拉貢布槍 過了五年 還是覺得這把槍的名字很奇怪 最後一起把彈藥槍製作完成 抓上子彈 下一集讓我們繼續求生 五年沒玩這款遊戲的新手教學 沒想到竟然改變了這麼多 老玩家真的有時間可以回來體驗一下 新玩家也歡迎入坑啦 最後發現我的寵物名字 全名看起來真的太OP啦 我是我不喝拿鐵 明日之後 從零開始 我們下一集見 你看看起來也是有點像太小的 我的參賽員 我反應會不會再放大 小小的大一小的小的大小的小的小的 小的小的小的小骨 大家可以變成這樣 東西 大小的小的小那個小的小的小小的小的小塊 大小的小的小小的小朋友 可以進行